刚才是讲土壤 现在我们来介绍水 流水 水展现出来的特征特性是怎么样呢 你看哦 不断地让我们吸进 喝进身体里面 长养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水的比例占多少 70% 你要知道你这个身体 你的生命能够活着 你70%都是水分 而这些水分又是来自哪里 大自然的提供 我们把这些水分当作 就像母亲的奶水 母亲的血液 母亲的奶水 母体的奶水 事实上就是母亲的血液 它是具有非常多的营养分 所以当我在喝水的时候 像我现在口渴 我要喝水 我觉得我就是在喝甘露水 喝母亲的奶水 喝母亲的血液 喝母亲的营养液 不断地在滋养我们 所以我连喝水 都是在感恩 当你懂得 我们的生命的存在 是靠整个 大自然的养育 天地父母的养育 这时候 我们不会有 那些怨恨不满 我们就是感恩了 当我对生命的实相 越了解的时候 我的我慢就越少 当然也没有任何的自卑 当我们对真理实相 越了解之后 真的 你越懂得感恩 身心越柔软 因为我们想想 我们的德行 跟大地的德行 比起来是怎么样呢 明德 大地的德行 就是明德 我们的德行 跟流水的德行 比起来是怎么样呢 水 它能够滋养众生 水 能够养育众生 而且又不居功 那问我 我能吗 我做多少事情 来回馈这个世间 来利益众生呢 那我在做的时候 有没有条件 有没有有所求 有没有居功 所以 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把我们这个 小我的德行 来跟 宇宙的灵德 来对比 来看起 来学习 这是真正大学 明明德的重要关键所在 到这里可以了解吗 不然你说要明明德 怎么明德 从文字上 可以解析一大堆 问题是 你怎样具体做到 那才是最重要 那我们怎样去学到真正的明德 所以跟大家介绍 再来我们看 当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 去深入的体会 我们就可以体会 哇 这些流水 谁 老子的智慧之高 伟大就在这里 他对于万事万物的观察的很深入 然后他对谁 他有一句话 非常深的解析 他说 谁 善利万物 而不争 道德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流水 水 善利万物 而不争 然后空海又补充一句话 愿居下位 敬众生 你看 这个流水 他虽然从山沟 从上面流下来 但是他流到 这个在旁边打坐人的 比他位置更低的地方 那你需要喝 你就拿去喝 你需要洗 要洗 要冲洗 你就拿去冲洗 所以他是 认众生应用 善利万物 谁 善利万物 然后 又不会跟众生争 善利万物而不争 愿居下位 这个 当我深入去体会之后 我觉得这 法界大自然所呈现出来的明德 太浩瀚 太伟大了 想想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 真正默默在利益众生 我们有没有 愿居下位 然后又没有那种 我好委屈 所以当我 越去体会明德的时候 真的 越感恩 而且愿看起学习 愿居下位 敬众生 当众生 需要拿我去 冲刷那些污垢的时候 我也不抗拒 我也不抗拒 而且 也很乐意 让众生来应用 然后善利万物 我又流到 稻田 果园 到处去 滋润 五股蔬菜 那我流进 每个众生的身体里面 来滋润众生的生命 善利万物 而不争 然后他做出来 展现出来 把那个生命意义 充分发挥出来 来利益众生 然后又 愿居下位 这么浩瀚的德行 展现出来 又没有我慢 又不鞠躬 然后问问我自己 我能做到吗 这就是在明明德 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 你把你的生命意义 发挥出来 你又不鞠躬 又是这样的 身段柔软 你 不必 你也不会认为说 自己是圣贤 但是很自然的 你的生命一定是 超越时空而存在 名流千古 这就是大学之道的 奥妙精髓所在 可以了解吗 所以 我们读古人之书 大家 不是光只是在文字表象上去理解 这样的话 很可惜 我们要看到 字与字之间的空白 要看到 字与字之间的空白 明明德 三个字 你从文字表象上 我们都可以 用一大篇的文章来解析 但是 你如果光从文字上面再怎么解析 你很难解开 很难了解真正的明德是什么 所以 明明德 它是一个 方便的文字 来告诉我们 那你要透过这个语言文字 去看到 它所要诠释 所要指引我们去学习的 那个实相 这才是最重要 所以 所有的文字 都是协助我们去看到 没有文字的无字天书 所以我们这些幻灯片 就是协助大家 去穿透 语言文字的表象 穿透这些文字表象 看到更深层的实相 看到无字天书 看懂无字天书 这也是空海在这里 很乐意来跟大家回馈的 哈